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营 现在很多人早餐都要吃鸡蛋 鸡蛋的营养丰富 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但是现在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都吃错了 而且还犯了四个吃鸡蛋的误区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吃鸡蛋才营养又健康 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 都会挑选红壳鸡蛋或者是白壳鸡蛋 其实白壳鸡蛋和红壳鸡蛋 它们的营养价值都是一样的 本身上是没有区别的 红壳的鸡蛋是因为鸡在下蛋的时候 所含的软皮比较多 而白壳的比较少 所以才有了白壳和红壳的鸡蛋 第二个误区 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买土鸡蛋 总是感觉土鸡蛋比普通的鸡蛋营养价值高 其实经过专业人士的研究 普通鸡蛋和土鸡蛋的营养价值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饲养的普通鸡蛋蛋清会比较多一些 而土鸡蛋的蛋清会比较少一些 但是它们的营养成分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 普通便宜一点的普通鸡蛋就可以了 第三个误区是很多人在生活中 为了让鸡蛋的口感更好 都会选择煎鸡蛋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煎过的鸡蛋会破坏鸡蛋里面的营养成分 而且油煎过的鸡蛋也会增加大量的油脂 吃多了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特别是有些人在煎鸡蛋的时候 喜欢把鸡蛋煎到焦黄 这样反而更没有营养 煎鸡蛋是所有鸡蛋烹饪里面 营养价值流失最多的一种方式 所以建议大家平时还是少吃一点煎鸡蛋 第四个误区就是煮鸡蛋 很多朋友在煮鸡蛋的时候 喜欢凉水下锅来煮 那样鸡蛋就容易煮得太老 吃起来的口感也不好 鸡蛋煮得太久 就会封闭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正确做法是把水烧到温热的时候 下入鸡蛋 水温大约 水温大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期再见